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我爸爸在本地工作 我妈妈在这里经营两家西餐厅 来这里的顾客还有我的同学们 大多数都是本地人 有些时候跟我的同学聊 他们知道我会唱金剧都很惊讶 因为在他们眼里 金剧是很古老很神秘的 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讲 比如我唱的这段大唐贵妃的旋转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你听这唱词写得特别好 梨花开春带雨 梨花落春入泥 这个故事讲的是中国唐代唐明皇 和四大美人之一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但是本地人呢 更感兴趣的是我的彩妆 还有我的戏服 我从三岁开始接触金剧 九岁第一次登台表演 我记得当时一张口 台下的掌声就很多 可能他们都没有想到吧 在加拿大还有这么小的孩子会唱金剧 学金剧在别人看来挺苦的 要吊嗓 练功 金剧讲究唱念做大 缺一不可 我除了学习唱功 金剧还有念白 还有韵白 一听是不是就很有特点 学金剧呢 还要有舞蹈和武术的功底 我开始学金剧的时候 也觉得没有太大的兴趣 因为呢 我觉得金剧可能没有现代舞蹈 或者流行歌曲这么酷 后来呢 我每次参加演出 妈妈帮我贴片子 再戴上戏关 灯光舞台音乐响起 好像从那一刻起 我喜欢上了金剧 我觉得呢 自己真的穿越回了过去 在金剧里有 生 淡 静 莫 丑 生 指的是男性 淡 指的是女性 我学的就是淡诀 我唱过花旦 我唱过花旦还有轻衣 通过学习精致 我也了解到了 很多历史故事 金剧里 融入了很多中文化 别看一个小小的脸谱 里面其实讲究了很多 我从十岁开始 就和明爵同台演出过 在多伦多的大小舞台 也都表演过 我觉得呢 我的梦想就是 能把金剧的文化 传扬给更多人 让他们更了解 中国的国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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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